另外看到乐高界的台湾之光 在台中大理一名中医师黄艳志 他玩乐高呢从兴趣变成专业的 还获得官方认证是乐高大师 全球只有21位 而他更是台湾唯一一个人 他组装过台北101总统府 这些指标性的建筑 其中北港朝天宫 他也曾经受邀到美国底特律展览 甚至连故宫南院也破天荒 展出他组的积木作品 一块块五颜六色的积木 经过黄艳志的巧手 就像变魔术一样 一间财神庙完成了 用小锤子敲打积木的半成品 这是为了要强化组装 最后放上主角的头盔 这120公分高的无敌铁金刚 可是不少五六年纪生的回忆 不仅如此 他还曾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用乐高积木组装出台北101 为了真实呈现视觉效果 黄艳志还坚持搜集到 五千片的玻璃面乐高 来制作建筑的外观 另外像是台湾知名的经典 北港朝天宫 他更是一拼 还红到美国去 我自己小时候是没什么机会玩到 所以一直对这个玩具是充满了一种 期待跟好奇 所以想说也借着买玩具 给我小孩的这件事情来满足 我当年小时候没有机会玩乐高 而每年他也会应景的拼出生肖动物 像是今年是兔年 他更制作了限量的欢乐兔宝 开放领众预购 但其实黄艳志是一名众医师 乐高一开始只是兴趣 没有想到玩出心得变成了专业 而全球有21位官方认证的乐高大师 黄艳志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全台唯一 玩乐高玩出台湾之光 借讲吴福燕台中报道